大家好,欢迎来到速读艺术的频道,我是Yellow 今天要来跟你介绍的是45度型这个速读的技巧 它也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快的一个类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速读45度型,它是怎么样来运作的 在这个45度的运作方式呢,它很特别 当你在读横式的文章,它是从你的左上到右下 当你在读直式的文章的时候,它是从你的右上到左下 这个45度型之所以说这么快速呢 我常常可以举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例子 你还记不记得,可能在小学或国中,应该是国中 特别有很多的考试,每天找自习都会有一定的考试 是为了升学的目的 那么考试考到后面有时候也有点麻痹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你也没有好好的准备 有可能你的成绩非常的不好 那么你收到的考卷,老师批改回来之后的考卷呢 可能是这样,撇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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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分数可能只有个位数,甚至是零压蛋 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想象,就好像是45度型这个阅读的技巧一样 我们来看看怎么运作的吧 首先,你看到这个45度 是一个在横式的文章当中 是一个左上到右下的过程 左上到右下的过程 我们再看一下直式的 我们再看一下直式的 好的 在这个直式跟横式的45度的文章当中 你可以感觉得到速度相当的快 那么快就有它的缺点 所以它的缺点 你要怎么样运用你的技巧来弥补呢 我们在用45度型在阅读一篇文章的时候 我们因为这样啪啪啪啪啪 很快好像刀削面一样 啾啾啾啾啾啪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时候 看的速度很快 但是它也有它的局限跟它的缺点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在这一个方法的资料当中 我用颜色把它圈出来让你感觉一下 你可以感觉得到45度呢 它可能会在这些区块上有所漏洞 也就是当你在这些区块当中 你因为滑动得很快 你可能会漏洞的这些部分 在直视的文章也有 没有一样这样的问题 如果说你要透过当我在左上到右下的一个过程 我为了弥补这个每一个我现在所画的黄色的区域的这些区块的问题 而你考虑在我第一下第一次从左上到右下的时候 假设我走的路是这样子 那我第二次能否一样再拉回来一点点再往下走 是否就可以弥补 弥补我这个每一次走下去的一个过程 我这样讲你可能听不懂 我们直接用实力来看看 好 现在这是一篇横式的文章 我们来跟您来做一个示范 我用很快速的一个正常的45度型的读法 来示范这个速度 好 你看到了 当我们刚刚用这个速的方式 它真的很快 它一下子就读完了 可是我们如何去弥补 我们刚刚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余光漏掉的问题 左上到右下的时候 这是一个左上到右下的过程 那它的右上跟左下是不是就漏掉了 那么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概念 如果我们可以在每一次往下进行的时候 我都往前挪一点往下走 会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这边把它讲详细一点 我把它走慢一点 让你来感觉一下 首先 我会先透过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路径 然后呢 我再用另外一个路径来让你来参考 我先画到这里 我们把它每一个大致上给它标上一个箭头 让你比较有概念 好 如果说我用另外一种速度方法 那它会是怎么样呈现的呢 我就用红色蓝色这样的一个区分的感觉 让你去感受这个方法它可以在每一次你往下读的时候 它往后跳一格再读下来 往后跳一格再读下来 然后来弥补它每一段漏掉的通间 这样讲也是好像不是很理解 对不对 我再示范一个点你看 好 你现在看到 现在是三行对不对 它是不是漏掉了这两个区块呢 这个区块 跟这个区块 它是不是漏掉了这两个区块 好 所以当它第二次在读的时候 它原本的路径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吗 但是它把它更换一下它的路径 它的路径从这边开始 再走到这里 然后在下一段的时候 走到这里 在下一段的时候从这边走到这里 好 你发现这个方法它的特殊性了吗 当它每一段走下去的时候 它在下一次的时候 它会往上回去一点点再往下走 回去一点点再往下走 就可以大幅度弥补了它每一次余光的漏 的遗漏 很有趣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45度它很快速的一个特点 而且它又可以弥补你速度 因为速度过快的时候的不足 所以在横式的文章 这个世俗度它的移动的方式是非常的快 而且非常能够弥补这个没有看到的部分 我们现在看完了横式的文章之后 我们来看直视的文章 它的呈现是什么样的 那么 我们要看能够的文章 这个45度 其实它跟立字形 还有这个八字形 它们是一组的 那它们有什么样的一个 差异跟它们互补的模式 我们将在下一期 在笼中来向你介绍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